过年餐桌上不要总是大鱼大肉了 做一盘爽苦又开胃的凉拌菠菜 上桌以后比肉菜还要受欢迎 要选菠菜的时候要选的这种根部带红色 净短叶子大的菠菜 这种菠菜光照的时间长 也不是大逢里生长的 我们这边叫笨菠菜 先把它一片半的掰下来 根部不需要去掉 它的营养比叶子还要丰富 只需要好好的清洗一下就行了 再来准备一些其他的配菜 一个胡萝卜切片再切成丝 想要省事的话呢 也可以用擦丝器擦成丝 拌成洋葱也切成丝 切好之后给它抖散 装到盘的备用 几包大蒜拍扁以后切成蒜末 起精的香葱切成葱花 把它们盛到一个碗里 两个干辣椒直接用剪刀剪成段 锅里水开之后 加一勺盐搅拌一下 让盐完全融化 这些是提前用冷水泡软的粉丝 放到蒸锅里面给它烫上30秒钟 然后再捞出来 过一下凉水 控一下水分 用到盘的备用 接着再把切好的胡萝卜丝下锅焯水 大约一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过凉之后给它挤下水分 放入大碗里备用 最后下入菠菜 翻拌一下 煮个30秒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了 锅里下凉开水 用力挤干水分 和胡萝卜放在一块 锅里加一大勺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下入一小把的花椒粒 小火把花椒的香味炸出来 炸到花椒表面微黄 用一个漏勺把花椒捞出来 热油浇在蒜末的碗里 揭发出香味 下面再来调个味儿 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勺蒸鱼齿油 半勺芝麻香油 适量的盐 半勺白糖提鲜 哇 这个料汁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把它搅拌均匀 刚才煮好的粉丝 用剪刀剪几下 剪成长段 和其他的食材放在一起 放上切好的洋葱丝 倒上刚才调好的料汁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一下 就可以装盘享用啦 知道菠菜粉丝的成本 也就是5块钱左右 但是在饭店里 起码要20多元 里面搭配了4种食材 既好吃还有营养 颜值高 而且还特别的开胃 菠菜脆嫩肉味 粉丝柔软丝滑 大肉大肉吃腻的时候 来成这么一盘小菜 上桌以后比肉菜还要受欢迎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